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声乐学院 我们正式课的 游戏演唱技巧提升模块 同学们好 欢迎我们的 行字落眉同学 灯火蓝山同学 花树敏同学 张小鱼同学 超脱寻常同学 小小琪同学 小小琪同学 大家来得非常早 非常早 小小琪同学 我们上次欠一次连麦 这次我们多连一会 多给大家连一会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大鹏教育声乐学院正式课 流线唱技巧提升模块的课程 我们的第六节课 叫做烟音与混声的练习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讲的 就是讲我们的烟音 还有混声 相信这两个词 对我们喜欢唱歌的同学来说 其实并不陌生 并不陌生 有哪些同学知道 听说过这两个词 听说过我们的烟音 还有或者听说过我们的混声的同学 来个老师在弹幕里面 抠一波一 抠一波一 我们看一看 看看哪些同学 听说过 听说过这两个词 灯火栏珊同学 很快 还是听说过我们的烟音和混声 我们说烟音和混声 它到底是什么 其实烟音 它也属于混声的一部分 混声的一部分 其实混声 说白了也是字面意思 字面意思 知足常乐同学也听说过 这个混声 其实它说白了 就是一个字面意思 把声音混合起来 那么我们混合的是什么声音呢 那么混合的 就是我们的真声和我们的假声 真声和我们的假声 把它以一个比例混合起来 它就算是我们的混声 混声 那么混声一般是用来唱高音 唱一些音域 超过于我们所谓的自然音区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给大家讲过 我们的音区分为自然音区 尴尬音区 还有假声的音区 那么我们超过自然音区之后 就无法用我们嗓子 我们声带最本身 最本能的力量 去强行的 让它出这种真声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运用到一个混声 让它跟真声和假声成一定的比例 把它混合起来 让它平滑的去过渡我们这些会破音的 或者听起来很挤很硬的这些声区 这些声区 好我们现在呢就马不停提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 这个知足常乐同学 超多寻常同学 小七七同学 这个通读了好几遍课堂笔记是吧 课堂笔记呢写的比较全面 比较全面 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知识点写的比较全面 我们会在课上啊给大家简化啊 简化用我们最通俗易懂 最直白的话语啊来教给大家 来教给大家 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啊 这个我每每次啊讲这个技术啊都是 混声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 烟音和混声它的发声原理 然后呢就是我们烟音和混声啊 在具体的歌曲里面怎样去运用啊 老师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一些优秀歌手啊 现场演唱的一些视频啊 也是我们来看个几分钟的视频 然后呢就是我们烟音与混声的一个学习啊 和练习方法 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啊 就是讲我们的烟音为主啊 烟音为主 因为后面的课程呢 相信看过我们课程大纲 看过我们课程目录的同学也都发现了 我们在后面两节课呢 会有强混声和弱混声啊 这样的区分 然后呢会单独拿出只是两节课啊 给大家来讲 那么我们今天啊 只是给大家一个混声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主要来讲一些这种烟音的啊 烟音的一个练习啊 首先呢就是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课程啊 上节课呢给大家教的啊 有点难懂啊 是的啊 因为这个文字资料啊 文字资料 它确实如果是我们这个老师不来简化啊 不来给他总结简化 这个大家看起来啊 其实这个这个比较枯燥啊 也不是说这个这个没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还是比较枯燥啊 因为他毕竟这个文字资料啊 显得还是比较枯燥 我们课上呢老师会简化一些啊 会这个给大家用更直白一些的语言 给大家说清楚 所以呢这个课堂笔记啊 我们作为这个资料啊 作为课前的资料啊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啊 大家能理解的就看一看啊 不能理解的呢 我们放在课上来提问啊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啊 最好的一个效果啊 不能理解的我们要及时提问啊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我们的气声啊 首先呢就是我们气声的这个发声原理啊 发声原理啊 什么是发声原理呢 就是我们想要做到这个气声啊 它在我们这个生理上啊 需要怎样去表现 那么首先呢就是气声啊 是一种这个声音和气啊 这种不按正常的发声规律啊 来组合的一个样式啊 样式啊 有意让声带啊 这个闭合的不那么完全啊 让气息啊 给的更多啊 给的更多啊 让这个声音听起来呢 有点像漏气的感觉啊 但又不是漏气啊 我们说话还是很清晰啊 可以让大家听清的啊 这个唱歌啊 把这个气给的更多啊 然后呢 使我们的声音色彩啊 略微的暗淡啊 或者说呢 带一些沙眼啊 尤其是针对于我们中低声区啊 中低声区啊 使我们表达起来呢 有更加深沉 更加深情的这种感觉啊 去给大家演唱啊 演唱 那么我们气声的一个技术要领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上节课讲的啊 就是强大的气息支撑啊 我们一定是要有气啊 一定是要有气 邓火来人东西说 主要声乐这个东西 本来就很难描述啊 是的啊 这个声乐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感受的东西啊 比较多 因为这个跟其他乐器不同啊 我们其他乐器呢 比如说什么钢琴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小提琴啊 这些乐器啊 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啊 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 我让你弹这个就弹这个 拉这个就拉这个啊 这个还是可以一点一点的啊 照着模样去做啊 但是声乐呢 我们声带长在长在嗓子里啊 嗓子里 并且呢我们又没有办法直接控制他的形态啊 只能在不断的尝试中啊 去摸索啊 去摸索自己对于这个声音的一个理解啊 自己对于声音的理解啊 老师呢也是及时的帮大家啊 首先呢 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个概念啊 整理一个概念 大家脑子里要有这个概念啊 然后呢 就是来培养我们的耳朵啊 来跟着老师一起啊 来听啊 来听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磨练我们的耳朵啊 当我们的耳朵有一定的对声音的辨别能力之后啊 我们去唱歌啊 去进步啊 是会非常非常快的啊 老师我作业故意用了气声啊 但是却说我声音调低了啊 有喉音啊 可是没说是否用气声啊 就是因为这个音调太低了啊 太低了 其实你没有用到这个所谓的气声啊 所谓的气声啊 他有点这种这种压喉的感觉了 压喉的感觉 因为调太低了啊 首先你用的应该是 南版的那个原版的调啊 南版的原版的调啊 这个原版的调 它本身对于男生来说啊 都是一个偏中低声的一个歌曲啊 对吧 是这个南版原版的调 它本来对于男生就是一个偏 这个中低声的歌曲啊 女生去唱起来呢 更费劲啊 更费劲啊 所以呢这个还是生一生调啊 就是我像老师这个点评里面给你说的啊 跟你说的就是说我们唱这种气声啊 唱这种中低声区的啊 就要像我们平时说话的这个调啊 说话的这个调啊 比如我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 那么我唱歌呢 就是一次就好 这么个调 如果我平时说话是这样的啊 我唱歌肯定就是一次就好 如果我平时说话是这样的 那我唱歌呢 肯定最舒服的就是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到天荒地老 老师这样举例啊 这个不知道我们的行歌洛梅同学啊 能不能明白老师的意思啊 我们举这三种例子啊 还是就是希望大家找一个合适的调啊 合适的调 然后去唱这个气声啊 需要在我们这个自然音域啊 我们说了这个声区啊 有这个自然声区 尴尬声区和这个假声声区啊 其实呢 还有就是比自然声区再低的这些声音啊 就是我们这个行歌洛梅刚才同学问 其实你唱的就已经属于比我们自然声区再低啊 其实这也算是这种啊 尴尬声区 就是说他声音啊 出不来 太低了 太低了 压吼这样啊 然后这个气息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啊 这个气息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啊 这个声音呢 又压又挤啊 又出不来啊 声音还有点虚啊 就会给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我们这个气声啊 气声还是要选择自己最适合的音域啊 最适合的音域啊 这个我们来练练声啊 来练练声给大家开开嗓啊 实话同学晚上好啊 我们来练练声给大家开开嗓啊 开开嗓 然后呢做我们这个气声啊 气声啊 记住大家我们所说的三个要点啊 第一呢就是我们强大的气息支撑啊 我们一切一切啊 一切一切的根源都要放在我们气息上啊 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呢就是找 我们一定要吸一大口气 然后去这样找一个叹气的感觉 而不是像我们上节课连麦的很多同学啊 就是太过着急了啊 太过着急了 我们一让找叹气啊 这口气还没吸呢 就这样叹啊 这样叹是不行的 这样叹声音出不来的 吸一大口气舒不缓的 找这种感觉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鼻后跟的共鸣位置啊 哼鸣位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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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不能是 嗯 嗯 嗯 这个声音太散了 如果这个唱戏声 一次就好 这个 一点也不深沉啊 所以呢 让人听起来啊 要有这种虚的啊 大面积的这种啊 气声又要有一个声音的心啊 我们说这个声音的一个核心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哼鸣 一次就好 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 啊 这种感觉啊 我们来练练声啊 来练练声啊 我们来发一个A A 然后带入我们的气声啊 我们不带入气声啊 先找到我们气息啊 带着我们这个真声走的感觉啊 一定不能是 A A 一定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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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我们的真声 然后加入我们的叹气 跟着老师一起来唱 我们还是轻轻的不要给太多力 不要唱这就不对了 还是轻轻的 我们开始唱 我们说这个气声不能太高 找适合自己的音域 往下行走 我们说这个气声不能太高 可以跟着老师把这样练声练起来的同学来给老师扣个E 看看哪些同学还没有忘记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东西 还可以跟着老师练声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手放在胸腔很容易找到叹气叹到胸腔的感觉 你手放在这因为你能感受到吗 你这样他也有震动的 如果你他肯定是没有震动的 他是有一定震动的 好同学们非常棒 这个同学们都是可以跟着老师一起 这个把我们上节课的练声都没有忘记 现在开始讲我们第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烟音与混声的发声原理 在这里呢 这个老师也是发现 老师声音小怎么解决 小小鸡同学说声音小 你 你是说我说话声音小吗 还是你说你唱歌声音小 我听你的作业 你唱歌声音可不小 这声音不小了 足够用了 足够用了 这个因为我们流行啊 不需要在音乐厅中不拿麦克风这样演出啊 所以呢这个对音量的要求啊 其实并不是太高啊 并不是太高啊 不需要你把声音唱得多大啊 更需要的是你把这个歌曲里面的 设备声音比较小 什么意思 什么叫设备声音比较小 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说话这个声音可以吗 我们刚才这个开始前测试设备啊 大家应该说没问题啊 这个现在我们的声音可以吗 我把话筒拿近点 拿近 现在可以了是吧 刚才声音有点小 好的 我还以为小小鸡同学说这个 这个自己唱歌声音小呢 你看小小鸡同学说不是啊 说的是他唱歌声音小啊 唱歌声音小 哈哈这个 这个老师看作业 作业来看啊 你的唱歌声音不小啊 唱歌声音不小啊 这个足够用啊 我们流行歌曲呢 更需要我们把更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注意力啊 注意力去 把更多的注意力去集中到歌曲的情感表达啊 也就是我们歌曲的一些细节里面去啊 细节里面去啊 而不是说这个声音要有多大 非得啊 因为呢 这个如果大家啊 同学们以后设计到了在哪里演出啊 有什么这种上台的机会啊 或者说是有什么这种进录音棚的机会啊 大家都会发现啊 这个麦克风还是很神奇的啊 这个我们的声音大小都是可以控制的啊 控制的啊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音准啊 节奏 还有呢 就是我们对歌曲这种细节的一个把控啊 细节的一个把控啊 所以呢 这个音量啊 不需要太大啊 不需要太大啊 这个尤其是对于我们男生啊 尤其是对于我们男生啊 千万不要为了这个觉得自己音量小啊 唱歌就使劲的去喊啊 使劲的去喊 这一定是不可取的啊 不可取的 我们一再强调要轻轻的 要自然的去唱歌啊 找一个舒服的状态啊 不能去硬喊啊 好啊 我们来说我们的第一个内容啊 混声的发音原 发声原理啊 这个混声啊 这个是我们声乐中啊 才会提到的这个名词啊 名词 原本说话的时候啊 声带是全部震动啊 发声的 我们说正常说话啊 也就是我们的自然音区啊 所以我们这个之前讲假声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啊 我们分三个音区啊 我们自然音区啊 就是我们平时说这些声音啊 也就是说我们的纯粹的真声啊 真声啊 怎么来了呢 两片声带完全闭合 然后去震动啊 去震动啊 产生的这个音波啊 产生的音波 然后出来的声音啊 出来的声音 那么 混声是怎么回事呢 啊 这个对 混声之前先说假 假声怎么回事呢 两片声带啊 看似贴合在一起啊 其实呢 它只有前端啊 贴合在一起 然后去震动啊 这样呢 它贴合的面积更小 它震动的频率更快啊 它的体积更小 它震动的频率更快 所以呢 音就越高 那么混声怎么办呢 啊 就是我们在一半啊 大家可以理解为 闭合一半啊 但是呢 有一定的 这个不闭合的地方 不参与震动啊 我们参与震动的地方呢 啊 比这个假声要多 比真声要少啊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啊 它就是我们混声的一个发声原理啊 混声的一个发声原理 所以呢 对于我们这个混声来说啊 更偏向于假声一点的声音啊 叫做弱混声 更偏向于我们真声一点的声音啊 这叫做强混声啊 说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啊 比较有代表性的歌手啊 大家听到李建老师啊 李建老师唱歌啊 他就属于啊 很习惯 全程在用一个弱混声啊 这个声音听起来很轻薄啊 这个 但是呢 大家听起来啊 又不像是假声那么虚啊 那么飘啊 弱混 是的啊 这个有听过李建老师歌曲的啊 这个能够代入啊 能够想象到的啊 我们来扣个一啊 扣个一 让老师看一下啊 哪些同学听过这个 不过为什么弱混混的这么好 灯火南山同学听过啊 这个游默仲彩同学也都听过啊 这个是的啊 这个李建啊 李建他的很明显的就是这种啊 弱混声啊 把这个声音啊 这个混合的比例啊 往假声偏多一点啊 他的那个歌曲啊 我们在弱混声中会给大家讲啊 讲这个贝加尔胡畔啊 好像准备的就是贝加尔胡畔啊 这首歌曲啊 这个歌曲唱起来是 我们正常唱啊 在你的怀里啊 这种感觉啊 这种其实属于是 已经是强混啊 强混因为这个音还是挺高的啊 然后呢 李建老师的弱混声啊 在你的怀里 我们这个声音又像假声啊 但是又不像假声啊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弱混声啊 如果我们纯真声啊 在你的怀里啊 这是纯真声啊 纯真声啊 这个听起来很很很硬啊 很硬 如果我们这个纯假声啊 在你的怀里 这个声音听起来又很薄 所以呢 他这个混声啊 就是介于我们真声和假声之间的一种声音啊 介于真声假声之间的一种声音 这个施华同学说 很喜欢李建老师的歌啊 李建老师唱歌感觉非常轻松啊 是的啊 这个没错啊 大家说的都没错 然后啊 就来说我们这个烟音啊 烟音 烟音是怎么回事呢 烟音啊 其实最早就是用在我们每一声中啊 每一声中 那么什么叫烟音啊 什么叫烟音啊 我们说这个 我们参与发声的烟部啊 都有都有什么呢 肯定就是我们的烟枪啊 烟枪是什么呢 喉烟枪啊 口烟枪啊 鼻烟枪啊 鼻烟枪啊 这三个烟枪 那么我们平时正常说话啊 运用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正常这样说话 运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口烟枪和我们的喉烟枪啊 喉烟枪 这个我们声音啊 是要通过空间啊 这个声波通过空间的这个枪体 然后震动 震动完之后通过这个枪体才能把声音放大啊 所以呢 我们喉烟啊 口烟这些空的地方啊 都是相当于我们把声音放大啊 把这个声波去放大啊 一个场所啊 一个空间啊 一个空间 所以呢 我们正常说话中啊 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口烟枪啊 还有我们的喉烟枪啊 但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 为了想把这个声音唱的更加的亮啊 更加的高 那么就需要干嘛呢 就需要开发我们更高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的鼻烟枪啊 鼻烟枪啊 这个烟音呢 就是我们指的啊 其实就指的是我们鼻烟枪啊 鼻烟枪啊 我们要把我们的真声啊 从低音的时候就挂到我们的鼻烟枪中去啊 鼻烟枪中去啊 使我们从低音到高音啊 听起来啊 非常的顺滑啊 没有什么啊 特别就是断层的地方啊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还是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啊 我们举一个音啊 就是一个啊 从低音往上唱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样一个过程啊 就是真声啊 还有破音 然后到假声啊 这样一个过程去往上唱啊 那么我们烟音干嘛呢 就是从我们中低声区的时候啊 就代入到我们的鼻烟枪中去啊 杨坤和啊 他那不属于烟音啊 他那不属于烟音啊 跟烟音没关系啊 烟音呢 大家可以听这个比较典型的啊 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孙楠老师啊 孙楠老师那种高音特别特别亮啊 特别有穿透力啊 孙楠老师啊 刘欢老师啊 这种啊 还有这个张杰啊 张杰他们这些啊 还有呢 就是其实林俊杰这种啊 林俊杰邓子齐他们这种啊 唱高音的时候 这个高音非常透亮啊 这种啊 都是属于烟音啊 都是属于烟音啊 这个烟音呢 其实我们说最早啊 其实还是在这个美声唱法中啊 叫做烟音 我们流行中所运用到的烟音啊 其实是美声中的烟音啊 进行了一定的这种改版啊 进行一定的改版 行歌落梅 同样说他们是哑嗓子 是的啊 他们这个确实是啊 这个杨坤老师呢 之前也是这个由于声带啊 病变 声带小杰做过这个啊 一些这个嗓子的手术啊 嗓子的手术啊 所以导致呢 这个他正常的声带闭合起来 不像我们正常这样啊 言词合缝啊 说话说起来啊 很清脆利索啊 他正常说话可能就是这样的 这样去说话偏多一点啊 然后呢唱歌呢 反而因为他的这个啊 自己的这种乐感对音乐的理解啊 对歌曲的细节把控啊 让这样的嗓音啊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风格啊 这也是杨坤老师啊 很厉害的地方啊 很厉害的地方啊 用这种可以说是比大家都要差的这种嗓子啊 但是呢唱出了个人的味道啊 唱出了个人的味道啊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呢继续来说我们的烟音啊 继续来说我们的烟音啊 如果我们把刚才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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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啊 示范代入到烟音中啊 怎么唱呢 就是从最低音啊 把这个音音挂住 就不会啊这样唱了啊 这样再下来啊 我们从最低音啊 把这个烟音的位置啊 就挂住啊 从最低音滑到最高音啊 大家可以听到啊 就是我们声音是一个统一的状态啊 一个统一的状态啊 不会让它有特别明显 像我们举例的那种啊 这样的明显的三个断层啊 从这个真声啊 到破音到假声啊 我们挂住烟音之后呢 挂住我们鼻音枪之后啊 这个声音啊 使它顺滑起来啊 顺滑起来啊 这个可以理解的同学啊 来给老师口语拨一啊 口语拨一啊 因为这个每天最开始啊 我们讲这个概念性的东西啊 最怕同学们理解不了啊 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 直接问啊 这个有点戏剧里的那个感觉了啊 你说的是那个戏腔是吗 等会来人同学是不是说的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中国风歌曲里面的戏腔啊 如果是你说的是戏腔的话啊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戏腔是怎么来的啊 也可以解释一下 那灯口来人同学说是的啊 好的啊 同学们都能理解啊 我们来继继续说啊 其实这个声乐的技术啊 声乐的技术都是通过人这个不断的去开发 不断的去改良啊 不断的去改良 尤其是对于流行来说啊 这个人们不断的发现啊 有记有以前基础的技术上 哎 增加一些改变 就会有一些现在啊 现在这个更受人们接受的啊 一种一种一种唱法 一种技巧出来啊 这个烟音其实也是啊 这个通过通过美声那边啊 给转变过来啊 转变过来啊 那么我们说这个戏腔 它是怎么回事 戏腔中啊 其实也是有烟音的部分在用啊 烟音的部分在用啊 这个戏腔 它到底是运用到了什么啊 第一啊 它运用到了烟音啊 烟音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声音透亮啊 这个集中的这个特点 那么第二呢 就是烟音用到了我们的 不是这个戏腔 用到了我们的假声啊 假声 我们说流行里面的这些戏腔啊 大家听到的那些整段的那个唱段啊 唱段啊 比如说这个大家熟知的这种什么赤灵啊 还有什么驴刚的这种啊 新贵妃醉酒啊 这种歌曲啊 其实他们这个歌手演唱啊 歌手并不是专专业的 就是说我们学京剧啊 学戏曲的这些专业的啊 专业的演员啊 同样呢 他们也是这个我们的流行歌手啊 流行歌手 那么他们演唱起来呢 并不可能有专业的这种 戏曲的这种声音出来 所以呢 也是经过一些给量啊 就是说把我们的假声啊 结合我们的烟音啊 并且呢 在咬字方面啊 去模仿中国传统戏曲啊 并且在颤音方面也是来模仿我们中国传统戏曲啊 比如说这个啊 我记得我第一节课是不是还欠大家一个新贵妃醉酒啊 这个唱一段是吧 因为第一节课这个设备一唱高音 大家就听不到啊 听不到 是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是一个状况 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啊 就来示范一下 想听的同学给老师扣个2啊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如果不想听 我们就一带而过啊 给给这个灯火栏的同学简单解释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就接着讲下面的啊 同学们还是想听一下啊 好啊 那么我们找找一下这个词啊 找一个找一个简单的歌词看喵一眼啊 喵一眼 这种歌曲啊 他的这个 前面啊 前面还是这个很普通 我们正常流行唱法啊 一直是我们所说的啊 轻松一点 自然一点 像说话一样啊 那一年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啊 他前面呢 那一年雪花飘落 梅花开枝头 那一年青花翅膀 留下太多愁 前面一直是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呢 这个 妈为婆下愿为真爱混断红颜 唱到这里 然后就要进入这个副歌的部分啊 副歌的部分 如果我们用纯甲声啊 我们这个 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 给大家演化啊 这样大家能听得更清楚啊 我们用 用我们这个声乐中的纯甲声啊 就是我们前两天讲的甲声啊 来唱 唱起来呢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 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甲声中啊 加入我们的烟音啊 烟音再来唱 是不是这样感觉就对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咬字啊 再把他的这个咬字归韵方面啊 再去模仿我们传统京剧的这种啊 咬字归韵啊 再唱呢 爱恨就在一瞬间啊 是不是这样呢 又像了一点 然后再怎么呢 再加入这个传统京剧里面的颤音啊 颤音 传统京剧里面颤音怎么颤呢 从慢到快这样一个过程啊 然后再加入进去唱起来呢 爱恨就在一瞬间 是不是这样就对了 举杯对月情丝帖 这样是不是就感觉对这个对对起来这个味道了 对吧 爱恨两茫茫 文句何时恋 这个歌曲呢 也不是 也不是很熟啊 也不是很熟 但是呢 既然大家提到这了啊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拆开来讲解啊 拆开来讲解 这样是不是大家就觉得这个 好像我们拆开来每一个好像都学过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同学们 感觉这个拆开来啊 一下感觉这个这个这个戏腔啊 没有那么神秘了啊 我们都懂啊 都学过的同学啊 来给老师扣一波一啊 扣一波一啊 能够听懂的扣一波一啊 我们把它一步一步拆开啊 一步一步拆开 其实呢 我们说这个流行乐啊 它好玩就好玩在啊 我们学了一些基础技巧之后啊 是可以把它叠起来叠起来 哎 叠着叠着 哎 你就发现有一种新的品种啊 它就出来 哎 一个新的玩法啊 它就出来了啊 这就是我们流行歌曲中啊 现在这些戏腔的一个 揭秘啊 老师今天算是给大家 进行一个揭秘啊 一个戏腔唱法的揭秘啊 确实拆开就感觉清楚了啊 是的啊 我们等我来看同学啊 同学们都可以理解啊 非常非常的棒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浑声呢 是分为弱浑声啊 还有强浑声 那我们弱浑声的代表人物啊 走进科学之戏腔啊 是的啊 我们来这个以最科学的啊 声乐方法啊 来教大家这种 很神秘啊 大家可能一听 哎 乍一听被它唬住了啊 觉得这个很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很高端啊 没有学过啊 但是呢 我们拆开啊 发现都学过啊 都学过 是不是我们学到这儿啊 就已经等于是都学过啊 我们只要把它熟练的运用 然后叠加在一起啊 就是出来这个东西啊 出来这个东西啊 浑声呢 弱浑啊 强浑啊 弱浑强浑 弱浑比较有代表性的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李健老师啊 李健老师 那么强浑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林志炫老师啊 林志炫老师啊 他的歌曲呢 基本上啊 比较属于是这个强浑声啊 强浑声 这个呢 我们放 我们放在弱浑声和强浑声 我们放在后面的课程中啊 具体来给大家讲啊 今天呢 还是带大家先看一看啊 简单的了解一下啊 了解一下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烟音和浑声啊 在歌曲中的作用啊 在歌曲中的作用 那么我们说这个 第一个啊 要给大家介绍的啊 也是同学们很喜欢的啊 李健老师啊 李健老师 哎 怎么成第一个成这个了呢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歌曲啊 案例歌曲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这个顺序导错了啊 顺序导错了啊 我还以为第一个是李健老师啊 这个今天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啊 这是我们属于是我们烟音啊 高音中烟音用的很到位的啊 用了很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视频啊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一起来听一下啊 这个 尤其是我们这个 对于主的部分还不是太熟的同学们啊 更要好好的来听一下啊 来听一下啊 我们听了一首啊 这个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总感觉孙能老师应该那种 屁要圆的身材 这个 听了这个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这首歌呢 就是很典型啊 它高音部分啊 这个烟音打得很开啊 大家可以听到啊 从主歌到副歌啊 可以说从中低声区 就很符合我们这个烟音的概念啊 就是从 说从中低声区之后啊 我们就是要挂住我们鼻鼻鼻腔啊 始终保持一个统一的状态啊 从没有你 然后一直到副歌这个高音啊 保持一个很统一的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为什么选这个歌呢 这个歌 因为这个歌啊 我们说副歌部分 进入高音之后啊 进入高音之后啊 什么字进入呢 会啊 这个会字啊 我们再唱起来啊 如果我们注意这个会字啊 这个 它可以很有利于我们去找这种鼻鼻腔腔的 这种烟音的感觉啊 如果我们不注意啊 可能会卡嗓子 会 你快会 就卡住了 但如果我们从前面不 不不卡嗓子啊 从你快啊 就是一个气息通畅啊 我们嗓子不发力的一个状态 这个会字啊 可以找到这种往回吸的感觉 你快回 回 回 啊 这样 嗯 你快回来 啊 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歌啊 也是这个 比较符合我们想练这个烟音的一个特点啊 这个会字啊 其实 会 会 啊 啊 是一个往回吸啊 往鼻鼻腔腔吸的感觉啊 好啊 我们来这个给大家听一下这个第二个啊 第二个啊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啊 这个 一见老师啊 我们听一下什么是这个弱魂声啊 我们下节课刚好就要讲啊 刚好就要讲啊 今天呢 啊 原来是用心量股啊 是的啊 我们要找一些这种啊 要自发音比较适合我们本节课内容的东西啊 哎 并且啊 这个视频里面有一个特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以前呢 孙男老师啊 这个 其实孙男老师在这个流行流行乐团啊 流行乐团啊 算是这个比较早的这种前辈啊 比较早的这种前辈啊 比较早期的歌手啊 其实比较早期的歌手呢 方法一般都比较正统啊 不太喜欢使用特别多的这种啊 技巧啊 这些东西 但是啊 这个现在啊 也是与时俱进啊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以前孙男老师的声音一直始终是保持那种啊 从头到尾保持一个特别清透啊 特别清亮高亢的这种声音 但是呢 现在有没有听到这个在结尾的地方啊 孙男老师呢 也会用运用一些气声啊 气声来哄托一下这个感觉啊 所以说这个流行音乐啊 它是一直在与时俱进的啊 与时俱进的 就是说 它发明出一些这种好的技巧来啊 是可以随时往上加啊 随时往上去运用的啊 以前孙男老师唱起来呢 那心空如大海啊 也是带一些这种啊 气声啊 气声的这种技巧啊 属于是我们这种新兴技巧啊 加入进去啊 加入进去啊 就是说这种技巧它出来之后啊 必然就是它很合理啊 很合理很容易的就把这种氛围啊 这种情绪啊给烘托的很到位 前面很高亢 你快回来啊 这个已经唱完之后啊 最后在结尾的地方啊 解让我的心空如大海啊 这种把我们全身心的这个情绪爆发完之后啊 真正内心的东西在最后啊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啊 其实在这里已经开始给大家分析歌曲了啊 分析歌曲 我们还是再来看两段啊 放在后面分析啊 放在后面分析啊 下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弱魂声啊 李健老师啊 来听一下李健老师翻唱的一首啊 在水一方啊 相信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啊 来听一下李健老师的版本啊 这种弱魂声怎样去运用啊 李健老师的版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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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茫茫茫 有位家人在水一方 鱼与别 snake 智乱吃点 Nab Damit 一家人在水一份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他身旁 无奈前路先逃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逆流而下 找寻他的放心 却尽一心仿佛 他在水里中央 我愿逆流而下 我愿逆流而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逆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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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作品处理之后 你再去听一些你以前听过的歌 你就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种新的感受 新的感受 你就能听出来 能听出来歌手对他的一个 细节上的细节上的把控和处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种细节把控和处理 我们当然也会运用到自己唱歌当中 自己唱歌当中 好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烟音 我们今天按理歌曲的这个刘焕老师 不是这个孙楠老师唱的这个歌 也给大家看了 我们浑声 若浑声李建老师的这个现场 也给大家看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练习我们的烟音 和浑声的这个方法 我们这里主要是练习我们的烟音 烟音 那么我们说这个烟音 它到底要怎么练 怎么练 我们现在呢 带大家一起来找一找 一起来找一找 首先呢 我们烟音的一个起始点 一定是要靠我们这个 需要我们这个声带 声带首先它是放松的 放松的 它是自然闭合的这个状态 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烟音唱高音的感觉 首先它一定是放松的 放松的 我们可以找一下什么感觉呢 气泡音的感觉 这个大家之前也都学过 找一下 懒懒的气泡音 去给一点点气 去推着它 推着它 一定不能是 不能是这种 不能这种卡在嗓子里 不能卡在嗓子里 我们这种懒懒的气泡音 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 把它找到 找到这就是我们这个 声带最自然的直接给气它 吹动它 它闭合的一个状态 我们去 就是气泡音的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呢 还是我们老生常谈 我们重中之重 就是我们哼鸣 哼鸣 在这个烟音的哼鸣里面 一定是 我们哼鸣 一定不能再像之前那样 这个气泡音不太能出气泡的感觉 那么我们待会 连麦来听一下 连麦来听一下 听一下你是什么 什么情况会出不来 什么情况会出不来 待会连麦老师来帮你找一下 我们先来讲 先来讲 就是说我们找到这个气泡音的原理之后 这个气泡音 我们说了它放松 然后其实它是一个放松说话的感觉 在这个感觉之上呢 加一个什么呢 加入我们这个鼻炎腔 这样一个 从气泡音的这个起点 去滑到我们这个鼻炎腔 老师知道 其实这样说也是比较抽象 比较抽象 比较难以理解 比较难以理解 这怎么从气泡音滑到鼻炎腔 滑到鼻炎腔 这个我们放在待会连麦 可以给具体解决 因为这个东西 确实这节课 讲起来 它比较玄学 比较抽象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也不一样 并且这个烟音 我们带大家简单练一下 简单练一下 然后因为这个烟音 大家练的不正确 去很很费嗓子 很费嗓子 所以我们重点放在连麦 重点放在连麦 带大家简单练一个 练一个 怎么练这个烟音呢 就是我们来找一个很好发的音 来发这个音 这个音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我们发现这个音 我们想把它 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 这个音就已经被你关在鼻炎腔了 你一定说出来 不可能是 你这就已经不是呢了 所以一定 用鼻子去 这样的一个说话 一个说话 对对对 就是用鼻腔 其实鼻腔 说起来咱有鼻炎腔 还有我们前面的 这个 这也叫鼻腔 但是这个在歌曲里面 是不能用的 这个音是不能用的 我们一定用的是 用的是后鼻炎腔 用鼻后歌的声音 我们来一起练一下 练一下这个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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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 行 当然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我们练什么音 万变不离其宗 一定是要有气 一定是要有气 我们把这个气息 吸开 吸好 横歌膜保持住 然后 一起跟老师唱一下 来找一下 而且一定注意 我们这个内一定不能唱 奶奶奶奶奶 这又跑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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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嗓子里去了啊 奶奶奶奶奶 就有声嗓子里 最后落在这个A上 奶奶奶奶奶 奶奶奶奶 奶奶奶奶 跟老师一起来唱啊 找你适合的音语唱啊 觉得低就停觉得高也就停啊 这个这个奶奶奶奶奶 这个练习啊 可能音语会拉的比较开啊 所以找自己适合的音语啊 奶奶奶奶奶 一起啊 奶奶奶奶奶 奶奶奶奶 奶奶奶 奶奶奶 奶奶奶奶 奶奶奶 奶奶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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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 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气息和我们鼻炎腔的位置 一定是鼻炎腔,关在鼻炎腔里面 这里比较高了 这个男生觉得高的可以歇一歇了 到很高的音 同样还是关在鼻炎腔里 一定不能是 就一定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这个声音不能卡 关在鼻炎腔里面 好 这个 练声 练声 到这里 到这里同学们歇一歇 找到感觉 这个可以 可以理解 或者说是能在我们这边一起带着练 摸到点感觉的 摸到点感觉的 就是说我们 把这个声音 关在我们的这个后鼻烟枪里面 能找到这种感觉的同学 来给老师扣个一 来给老师扣个一 看看哪些同学能找到点感觉吧 不说我们完全做到 然后呢 我们就现在跟大家进行连麦 进行连麦 我们多给大家这个 直接指导 直接指导 同学们都能找到点感觉 那我们连麦来看一看 可以 同学们可以上麦了 顺序来 我们知足常乐同学连了之后 老师点了一下怎么消失了呢 我们可以再来连一下 哈喽我们的行哥落眉同学 同学同学好 喂老师好 哈喽同学你好 那么我们这个 哇我这网络有点问题 是我看 网络有点问题吗 啊现在可以吗 还是需要你先调试一下 我们先看看别人也可以 哈喽行哥落眉同学 老师好 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再调试一下 网络吗 如果你需要调试一下网络 我们可以不用了 我调好了 我刚才换了个房间 啊调好了是吗 啊OK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烟音的部分啊 虽然它比较抽象啊 这个应该也能理解啊 理解是能理解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啊 能不能找到一种就是把声音啊 关在我们鼻音枪 对的我听 嗓子不费力啊 我听懂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好所以呢我们脸上来试一下好吗 好好我们先从我们的这个中低声区啊 中低声区啊找一个音啊练一下 我想想啊 来唱一下 这个中低声区啊中低声区还是可以的还可以 但是呢这个气不能松懈啊气不能松懈明显这个最后一个音气松懈掉了啊 就这个后面没气了啊 我做的学你模仿比较夸张啊 你更能体会一点啊 好那这个中低声区没问题啊 我们往高音稍微走一走好吗 好 来一下 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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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声音撒这个 这个假声快出来了啊 我们还是把气息息好啊 把气息好 先说一下来先说这个 我们说的时候也带上气啊 带上我们唱歌的时候所运用到我们横格摩的气啊 说的时候也带上气啊 这个好这个好啊 按这个感觉走 来走 这个起音起的不错 但是我们到高音的时候不要去够它 不要 只要这个一够啊 一够就不行了啊 我们把更多的力量啊 当你想发力的时候啊 就往我们的腰上去使劲啊 往我们腰上去使劲啊 这个能理解吗 往我们气息上使劲想办法啊 不要去 我刚才是往音往上够 对 音往上够啊 不要往上够啊 再来一下啊 我们还是先找说话啊 嘞嘞嘞嘞嘞嘞嘞 说 嘞嘞嘞嘞嘞嘞 对啊 带着点气 来 嘞嘞嘞嘞嘞嘞 来 走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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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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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是我们一切的一切都不要着急 对吧 我们还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做 从这个说话开始 带着气息 好 吸口气息好 走 完美 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高音就轻松了很多了 就没有那种 去硬够一下就不需要那样了 不像探头那样够的感觉 对我们不去探头够 这个声音就自然很多了 自然很多了 好的非常不错 好就是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 很棒 心科龙女同学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同学 或者还 这个我们来看看 这个下一个是谁 小机器同学说连我啊 我们前几节课没见到你啊 啊我那个有点 有点事情有点私人事情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正好来了 我们连连麦啊 来讲一讲这个高音的问题啊 我们说的这个烟音 首先这个概念上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是吧 那我们就在练声中实践一下呗 还是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直接问啊 我们先回答问题也可以 没什么问题 直接练吧 直接练是吧 好 我们先找一个中低声区啊 把气息好啊 把气息好啊 来这个 内内内内内内 说一下来 内内内内内内 不不不不 不着急唱不着急唱 我们先说一下 内内内内内内 把每一个说清楚啊 内内内内内内啊 内内内内内 对啊 这是但是呢 带着气啊 带着气啊 这个说话也要带着气啊 不要内内内内内 最后一个就卸掉了啊 松懈掉了 不要松懈啊 不要松懈 整体到这个音没声啊 我们都要把这个气息保持着啊 保持着 来再说一下啊 这个内内内内内啊 每一个说清楚来 内内内内内内 OK 就是这种感觉啊 代入到我们这个唱啊 内内内内内内 内内内内内啊 这个后面好一点啊 后面反而好一点 第一个音乐使劲了啊 第一个音乐 内内内有一点主动 想给一个力量上去 你能听出来吗 你是内内啊 但是不要这个啊 就像刚才你说话 那个内内内内内啊 唱起来呢 就是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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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带着气息 不要给力啊 不要发给给一个力量啊 走再唱一下啊 这个 内内内内内内啊 这个好一点 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起音好一点 但是在高音的时候 它虚了啊 你有发现吗 就是你唱高音的时候啊 内内内内内内啊 虚了一下 当然没有我这么夸张啊 我这个学破音了啊 这个 内内内内内内啊 去躲了一下啊 不要躲啊 保持好我们的气息啊 保持好我们的气息啊 我们这个前面的气息都学过吧 学过学过啊 学过 对我们还是吸好气啊 肩膀放松啊 手可以摸着我们横膈膜啊 给它一个向里啊 给它推一个力啊 给它一个跟它抗衡的力量啊 抗衡的力量 我们保持好它之后呢 运用这口气啊 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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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啊 来走 内内内内内内内 好一点好一点啊 好一点 但是呢 这个啊 还是在这个高音上啊 内内内啊 这个音撒了 你发现了吗 前面很好啊 内内内 然后到第三个音 内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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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散掉了啊 散掉了 我这个一模仿你就破音啊 这个不要把它散掉啊 还是在鼻眼枪 来哼一下 你看啊 不要这个 不要 不要这个东西啊 只要鼻子啊 鼻子啊 我们实际吸一口气啊 只拿鼻子心 你能感觉到这个 鼻子后跟最凉的那个地方啊 拿那个地方哼啊 来哼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带着气横带着气横 嗯 用刚才的气 哎好 拿这个感觉去唱啊 嗯 哪哪哪 嗯 哪哪哪 走 哪哪哪哪哪 好一点啊 好一点 有没有感觉到好一点 但是 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但是啊 但是 首先我们说这个音啊 我们说你唱出来的音啊 已经比我们刚刚刚开始上来的时候 那个音完整好了很多 但是啊 我们还是鸡蛋里面再挑骨头啊 再挑骨头 这个音还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在上高音的时候啊 还是在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 就是上到高音了啊 我要发一个力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 哪哪哪 哎 有一点点急 但是整个的位置是对的啊 位置是对的 整个的这个声音的感觉是对的 但是我们嗓子给力了啊 嗓子给了一个多余的力 所以就导致他 哪哪哪啊 挤了一下啊 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力啊 不要这个力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 这个这个我要上高音了啊 我们就正常说 哪哪哪哪啊 哪哪哪哪啊 这样去说他就可以了啊 来再试一下啊 带好气啊 带好气来走 哪哪哪哪哪 哎 这个好多了 这个好多了 这个声音也松弛了 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但是这个呢 最后一个音又给我泄了气了 啊 你感觉快唱完了 对吧 哪哪哪哪哪 最后一个音 哎 不要了 哎呦 不要了 对吧 我们每一个音啊 都是要带着气走啊 带着气走啊 好啊 这个练习 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记住啊 我们还可以再练啊 还可以再练啊 还可以再稍微高一点啊 还可以再稍微高一点啊 来试一下这个音啊 还是刚才的感觉啊 这个上高音的感觉是对的啊 但是这个起音太使劲了啊 起音太 这个力量又来了啊 把它松掉啊 把它松掉啊 按我这个声调来说 来 来说一下 不要发力 力量放在你的气上啊 力量放在气息上 把这个气息好 轻轻的说 来走 说一下 对 对要这个感觉啊 来走 很好 很好 但是这个高音没撑住啊 但是感觉是对的啊 感觉是对的啊 这个气息没撑住啊 把这个气息撑住之后 你这个音就很完美了啊 来再试一下 到这个的时候啊 到这个时候啊 其实不用 不要说到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到这个时候 更给你心理暗示 就是说我们从起音开始啊 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啊 把你这个哼鸣做的没有问题啊 把你的注意力 全部放到你的气上啊 放到气息上啊 放到气息上 我就想象我这口气啊 把这五个音撑下来啊 把这五个音撑下来啊 来走 试一下 这不是很漂亮吗 这个声音 对吧 是不是 这个声音啊 唱到高音啊 你这个声音就是可以用的啊 可以用到我们的歌曲里面啊 歌曲里面 对吧 虽然说啊 还是老生常谈 有一点点啊 有一点点 但是整体这个声音感觉是对的啊 声音感觉是对的 我们需要慢慢的练习中啊 把我们这个嗓子去主动发力的毛病给它改掉啊 你刚才上一遍那个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啊 我们每次唱的时候都要找那个状态啊 找那个状态 找这个气息主动的状态啊 去找把你想要发力的点放在气息上啊 放在气息上 我们再来试一次啊 再来试一次 还是刚才这个音啊 还是刚才这个音啊 我们把所有注意力放在你的气息上 然后来唱这个音啊 好吗 好 老师来 来 来走 不好不好 这个不好 这个起音给力了 起音就是 这个音就出去了啊 轻一点啊 轻一点 轻一点 轻轻的 来 走 完美啊 这个很漂亮 这个各方面都都都都做到了啊 这个各方面都达标啊 这一句非常好啊 怎么样 谢谢老师 自己自己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是的啊 这一句啊 我们各个方面都达标了啊 各个方面都达标 我们自己在练的时候啊 一定找这种感觉啊 一定找这种感觉 并且啊 我们底下这个自己在练的时候 或者自己在唱着玩的时候啊 其实唱着玩都算练啊 自己在唱着玩的时候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 我们随时问啊 随时问 微信可以随时问啊 好老师 嗯 好的 我们这个看看其他同学 或者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想 上节课咱那个东西 我想再练一遍 再练一遍上节课的东西是吧 上节课那个气声啊 是吧 是这个吗 还是产音 对对 气声 气声是吧 啊 气声的话就是 嗯 我们的录像你看了是吧 看了 看了是 啊 录像的话就是 你先拿歌去带就可以啊 你唱一下这个上节课那个歌吧 啊 就是一次就好 你可以唱两句啊 随便唱两句 第一点 想看你笑 想和你闹 想用你 如我 怀抱 你看啊 OK 这一句 这一句够了 这一句够了 就是我们一开始啊 我们还是这个后面好啊 后面好 你看一开始 想看你笑 然后后面倒进入 想和你闹 啊 这个感觉进来了啊 进来了 一开始是紧张了吗 第一句 啊 对 第一句不知道怎么进 对吧 第一句啊 对 我突然没跟你调 你第一句不知道怎么进 对吧 嗯 啊 好 那我们 这样啊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气息啊 还是这个气息息好啊 刚才的感觉 找你这个后半段 这个松弛的感觉 说话的感觉啊 我们先来说这个 想看你笑啊 我们先这样正常的说 想看你笑啊 说一下 带着气啊 一定是带着气的 来说 想看你笑 啊 对 然后呢 我们把它深沉一点 想看你笑啊 把这个气推多一点 我们正常 想看你笑 对吧 然后把这个气息多用一点 想看你笑 啊 来走 试一下 想看你笑 对 然后这个感觉啊 直接去唱 想看你笑 来唱一下 非常棒 就是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是很对的啊 明白了 是明白了 是 对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其实那个气声 还是很简单的 对于你来说 你说 我没什么问题了 我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好嘞好嘞 那么我们看看其他同学 嗯 好了 谢谢老师 OK 那我们 小小齐同学啊 诶 这个 小小齐同学没在了吗 怎么一连跑掉了呢 喂老师好 哈喽 我们小小齐同学 诶 终于连上了 刚刚才是网络问题吧 嗯 可能是啊 一连 好 咱们直接开始 啊 好的 我们直接来练一下啊 还是先从 稍微这个 低一点的音啊 简单点的 来练一下 走 太使劲了啊 太使劲了 太有点 太使劲了啊 太使劲了啊 注意啊 我们说 我们发成 不要发成 再试一下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捏捏捏捏 捏捏捏 我们来说这个 捏捏捏捏捏 对对对对对啊 我们来说这个 这个这个唱这个捏啊 不要唱成捏啊 因为这个捏一唱啊 你就很容易使劲 我们第一遍唱就捏捏捏捏 它很容易使劲 我们就捏啊 轻轻的 一点点啊 这个声音 把它 你要把它想象这个声音集中起来啊 集中成一点啊 集中在我们鼻后跟上啊 来走 很好啊 很好啊 然后呢 我们稍微再练的 稍微高一点啊 只是我们自然音区的一个 我们稍微往高一点练 好吗 再试一下啊 好好 然后啊 还是 尤其到高音的时候啊 我们带着气啊 带着气啊 来 这个音啊 走 这个起音不要发力啊 不要起音就 这个力量太强了啊 收回来 收回来 把注意力放在我们气息上 还有我们鼻后跟 嗯 这个声音很鲜 不要 这个这个 这个又开始 全在这个舌头上了啊 我们这样 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稍微好一点啊 这个稍微好一点 来 走 不错啊 不错啊 我们这个这节课学的 还是可以的啊 这节课学的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整体啊 还是对的啊 整体还是对的啊 这是 但是这个高音呢 这个这个这个音准啊 这个没有听清啊 没有听清 我们听清楚这个音啊 再来唱一下啊 刚才那个高音稍微差了一点啊 这个偏了一点 没够到啊 来 嗯 来 走 不要 不要 不要这个 一呐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声音就 就厚重了 就厚重了 一定要记住这个音 它 才能 放弃 在这个 对啊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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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发力 走 这边好一点 这边好一点 我们可以在下面按照这一边去练习啊 按照这一边的感觉去练习 嗯 好的 我们一定记住啊 带着气息啊 我们首先在唱之前啊 不要着急 不要一张嘴就唱啊 呢呢呢呢呢 这个就反而错了 我们在每次练习之前啊 一定要记住啊 带着气息去 把这个 给它说清楚 好的 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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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么发力 不要 太使劲了 轻一点 这个好 对啊 对 我们在底下练习的时候 可以多找找这种感觉啊 好 知道了 老师 好的 那么我们没有 好 那我下了 好 好 没有问题 看看其他同学 好的 谢谢老师 好的 然后我们的下一位 我们的灯火栏 可以 没问题 我们说话可以 可以听到吗 我们可以正常交流吗 能听到 是 OK 我们来试一试 好吗 好的 好 或者这个有问题 可以先提问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试 也可以 先试一下 好 那我们先试一下 这个音啊 还是从这个 稍微低一点 来 来 走 带着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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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这个老毛病 老毛病 这是老毛病了 我们每次上来 对 我们 我们这个 每次上来 一说 这个 很着急 很着急 很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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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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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一下 我自己放松点 然后 太松了吧 可能又 忘记去准备了 松 我们首先说 放松是这个嗓子松 而不是这个 气息让松 气息还是要找准的 找好我们的气息 还是先来说吧 还是先说比较好 你看这个就没气 这就 在上面飘着呢 要气 再不对 这个还是在上面 还是 这样在飘着呢 不对 找准气 我们带好气 先说一个字 捏 不要这个 捏 不要这样 捏 正常一点 正常一点 直接说 捏 对 这样好一点 然后把这个声音 还是我们往鼻后面去做 不要做到钱 不要捏 捏 我们现在这个有点声音太靠前了 把声音往后吸 找这个文花的感觉 直接吸一口气 拿鼻子使这吸一口气 像这样 使点劲 不不不不 先不着急找 我们把这个 先找到你这个声音所发的位置 拿鼻子 我们使点劲吸一口气 我们看画面 这样 使劲去吸一下 使劲 使劲 你这一听就没 你这一听就是 就没有使劲 我们把这个鼻子整个 把它拳起来 使点劲去使一下 对对对 这样使点劲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鼻后跟 它是有力量的 嗯 就是这个位置 嗯 嗯 对 呢呢呢 嗯 呢呢呢 哎这个好一点 呢呢呢 啊 然后我们 呢呢呢呢呢 来 呢呢呢呢呢 走 呢呢呢呢呢 这怎么又不带气 又不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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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起音就是 呢呢 松松垮垮的啊 你刚才找那个感觉很好啊 呢呢呢呢呢呢 来走 试一下 呢呢呢呢呢呢 我们可以就是在做的这个唱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鼻子啊 整个把它拳起来啊 嗯 这样 这种感觉 呢呢呢呢呢呢 但是不要不要撇嘴啊 这个只是鼻子上的动作啊 呢呢呢呢呢呢 走 走 呢呢呢呢呢呢 嗯这个还是不好 这个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回事用不到气呢 这每一句话都用不到气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 今天怎么每一句话都是飘着呢 今天每一句话都是 呢呢呢呢呢呢 都是这样的声音 呢呢呢呢呢 对这个声音结实一点啊 呢呢呢呢啊 不要太轻 不要呢呢呢啊 就正常一点 呢啊 说一个字来 呢呢呢 对啊 对这个感觉可以 呢呢呢呢呢 呢呢呢呢呢 把它说清楚 不要太连 不要呢呢呢呢 开始糊弄了啊 不要糊弄了 每一个字啊 呢呢呢呢呢 来 呢呢呢呢呢 好 记住这个感觉啊 直接唱了 呢呢呢呢呢 来走 哎这个好了 这个终于调回来了 哈哈哈 这是我们这个正常 正常的状态终于调回来了 啊啊再试一下来 呢呢呢呢呢 呢呢呢呢 这不就好多了吗 哈哈哈 对吧 刚才其实我念的时候还好 就不知道怎么 这不就好多了 然后我们稍微高一点啊 试一下这个稍微高一点 能不能这个保持这个状态啊 呢呢呢呢呢呢 来走 呢呢呢呢呢 又没气了 呢呢呢呢 又开始了 呢呢呢呢呢 来 呢呢呢呢呢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每一个字要清楚 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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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一下 嗯 呢呢呢呢呢呢 好 记住这个状态 来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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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走 呢呢呢呢呢呢呢 好一点啊 好一点啊 但是呢这个高音上面啊 为什么没上去呢 啊这个高音差了一点 你发现了吗 嗯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气 又是因为没有气 呢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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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啊 把这个力量放在你的气上啊 呢呢呢呢 这个可以 这个很棒啊 这个找到了啊 找到了啊 有时候我找不到那个腰上的发力点 就莫名其妙 你就发到嗓子去了 对你只要找到了这个气息的这个发力点啊 你这个声音立马就跟着气走了 你就不会想这个嗓子的问题了 对吧 我相信这一点你是深有体会啊 就是我们 我们连了这么多次卖每次啊 都是就是找到这个气息的感觉 和你上来不找气息直接唱的感觉 是两种概念的声音 你没发现吗 嗯 能听出来 但有时候控制的不是特别好 对控制的不是挺好 就是说你在自己唱起来啊 就是说你刚开始上麦直接唱 然后到我们找找找找找找 把这个气息的感觉找回来 再唱我让你唱的东西 这这两种两种感觉你发现了吗 就是你自己唱起来也是两种感觉 对其实有时候自己的感觉 就像自己录作业的话 就提升录完之后自己听一遍 大概就知道什么问题 就是录的时候总是 嗯 有时候就控制不好 对 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缺练啊 缺练 还是需要多练练啊 多练练啊 就是把这个气息啊 首先它稳定住了啊 其实后面的东西都很简单啊 只要这个气息啊 它能保持平稳啊 它能很稳定啊 剩下的东西都是小问题啊 所以我们一直声乐里面有一句话啊 这个啊 以前这个沈香老师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唱歌里面啊 你只要出现问题 十个问题有九个问题 它都是气的问题啊 其实都是这样啊 对你气是一个根本的东西 好啊 那么我们再吃最后一下啊 没有问题 我们就看看其他同学 来 走 带气啊 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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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就带气 来 走 不要够啊 不要 够一下 不要够啊 不要够把你的注意力往下沉啊 放在你的气息上啊 走 来 这个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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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的感觉是对的啊 这个高音为什么听起来没有那么亮 你知道吗 就是 感觉可能跟下巴有点关系吧 不不不不 这个这个高音啊 这个整体感觉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高音听起来不亮呢 就是你哼鸣那个点 又往鼻子前面去了 哦对 对吧 这个我老是靠前哼的说 哪哪哪哪哪哪啊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我也唱上去了啊 也有气啊 哪哪哪哪哪哪 对吧 但是跟我哪哪哪哪哪啊 同一个音啊 同样的发声 问题就缺在啊 你这个哼鸣的点上啊 我们下去注意两点啊 一点是气息啊 一点是我们这个哼鸣的位置 好的 好的 那先看看其他同学 好 那么我们再来连一个啊 再来连一个 然后呢我们这个 进入我们今天的交创环节 老师好啊 哈喽我们聂盘重生同学啊 哎 老师好 非常努力啊 这个每一节课啊 都都都认真听啊 都来连麦啊 很棒啊 谢谢老师 我们来试一下啊 这个从听作业来说啊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其实对于你来说啊 非常非常简单啊 非常非常简单啊 这个我们 哎我们来稍微找一个音试一下啊 找一个这个 稍微低一点的音啊 这个音 来 来 走 试一下 这个 这个 你这 比我这个高八度了 你这 比我这个高八度 那就找这个音 那就找 等一等啊 我给你找一个音啊 找一个你可以比我高八度的音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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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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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然后呢 就是找 不要这个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上流行 对吧 想想体会流行的这个感觉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起范儿的东西放掉啊 不要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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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啊 对吧 我们还是先说话啊 呢 先说一个字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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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气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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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很好 就是这个感觉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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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两个音都很好啊 就是我们第一个音齐的时候 不要躲它啊 不要 呢 不要这个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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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怕起范儿 漂亮 这个音很漂亮啊 这个音其实很漂亮 这个没有那个起范儿的东西了 这个没有那个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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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啊 这个直接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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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自然啊 这个很自然啊 我们再来一下啊 再来一下 这个状态很好啊 保持这个状态 来 走 这个琴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呢 我怕起范儿 我就是总是害怕起范儿 因为我真是以前没唱过流行歌曲 明白明白 那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这个起范儿的问题啊 那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这个起范儿的问题啊 想找流行的感觉就是我们唱之前先说嘛 对吧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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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一下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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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很好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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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很棒啊 鼓歌掌啊 鼓歌掌 这个非常棒啊 这个非常棒 这个状态很好啊 这现在这个我们经历了几节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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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啊 这个现在明显 这个完全可以找到这种自然的一个感觉 这个相信这个聂凡重生同学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好 这个学民美可以唱民美 学流行可以唱流行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非常厉害 流行很很害怕的 一唱我就心里嘚瑟了 不着急 我们慢慢找嘛 这才第几节课呀 对吧 我们现在已经很棒了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 我只要一提示你 就是不要找那个状态 立马就可以回归到这个自然的状态上来 很棒啊 很棒 老师教学有帮啊 很棒啊 很棒 还是我们这个念盘重生同学啊 非常努力的一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 这点非常棒啊 这个今天这个状态非常好啊 这个值得很多同学学习啊 这个这个这个上来 你看看人家这个准备好之后啊 这个气息是通畅的 然后这个声音啊 也是对的 非常好啊 好的 那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这个其他问题吗 没有的话 我们看看看看这个 你说啊 就是练练什么 说 跟伴奏的事 跟伴奏 我怎么就不知道 那个伴奏怎么回事 它也不是歌曲的那种谱子 它就枪枪枪枪的 那个东西怎么跟呢 我有的时候就跟不上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你说的是那个 我好想你那首歌是吗 对的 是那首歌吧 我也去听了那个 那个是这么个原因 这么个原因 首先呢 确实啊 我们听这种歌曲比较少 对吧 听这种歌曲比较少 然后呢 再一个呢 就是这种歌曲啊 这个它的节奏忽快忽慢啊 其实这个歌很难跟伴奏啊 它前面 你开了灯眼前的模样 然后后边突然就变 你生命随年远流去啊 这其实是变了一个节奏型的啊 变了一个节奏型啊 其实它这个 这个很难跟啊 很难跟 那个呢 我们那首歌曲啊 我们把重点可以放在这个 真假声的一个转换上啊 或者后面的这个转换 转音的练习上啊 至于这个跟伴奏啊 老师这个这么长时间啊 这个学习也好 教学也好啊 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办法吧 就是多听 对 因为每个人可能的这个 记忆点不一样 就是说你去听这个伴奏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像这个 这个这个 我好想你这首歌啊 它前面 前面只是有钢琴和弦 没有主旋律在跟着 对吧 然后呢 到这个 生命随年远流去 然后啪一个和弦 然后 随白饭老去 然后啪又一个和弦 啊 它一直是这样一个走的状态啊 是 其实跟伴奏的一个诀窍 就是我们多去听这个伴奏啊 找准它每一个节奏点上啊 是有一个什么乐器在给一个信号 嗯 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这一点很重要啊 所以呢 这个 也是 怪我啊 那个歌找的确实这个伴奏有点难跟啊 有点难跟啊 这个尤其是这个对于歌曲不太熟的同学啊 就是如果说同学们 或者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歌曲在熟练之后啊 自然就跟上 就是我们多去听它的原唱啊 多去听它的原唱 嗯 啊 因为这个原唱的这个视频 音频我也给过了啊 你说 这几天呢 我我就是没事 我就放着听 听的比以前那个感觉好一些了 原来我都不爱听这个 我觉得这个哼哼唧唧的听不出歌出来 现在能听出来 能听出歌 对对 就是就是跟我们刚才课上 灯火蓝山同学说的也是啊 以前听可能没觉得什么 哎 我们经历过这样啊 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把这个歌曲去细致的一起分析一下啊 这个歌手在哪些地方啊 运用了哪些技巧啊 有哪些小细节啊 是精心设计的 哎 大家再回头去听的时候啊 一定会有新的感觉的啊 是的 嗯 那不耽误老师时间了啊 好的 谢谢老师 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讲我们的这个案例歌曲吧 连麦就先连到这儿 然后看看待会讲完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连 好嘞 那我们先下麦 好的 同学们 那么我们连麦呢 今天啊 就先到这儿啊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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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排上去的同学啊 这个我们看看 待会讲完歌啊 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啊 给大家连一下啊 啊 原理同学今天来晚了啊 这个案例交唱环节啊 这个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啊 这首歌曲啊 这首歌曲 啊 这个我们才是这个交之前啊 想问一个问题啊 会唱的同学来扣个1啊 会唱的同学扣个1啊 或者这个比较熟的同学啊 来扣个1 没有同学会唱这个歌吗 没有同学会唱 那么我们就一点一点来教啊 一点一点来教啊 不是很熟悉啊 好啊 可能这个大多数啊 更不熟悉的就是我们这首歌曲的主歌部分啊 主歌部分啊 我们一起呢 来唱一下啊 跟着老师来唱一下啊 还是我们老套路啊 老套路 唱之前先读歌词啊 先读歌词啊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啊 那么重点的呢 在寸步难行啊 寸步难行 所以啊 第一句啊 他的情绪的重点就是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啊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的世界很需要你 没有你啊 我好像找不到方向一样啊 这个一步都走不了啊 玄瑞娜唱起来是这样的啊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啊 这个最后这一转啊 不想转可以不要啊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啊 世界寸步难行啊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但是这个想尾巴拐一下呢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啊 他尾巴有一个这个这个 小的一个转印啊 小的一个转印啊 这个前两句啊 很简单啊 跟着老师一起来唱一下啊 没有你啊 想想一下 没有你啊 第一句其实是一种什么 茫然的感觉啊 怎么突然就没有你了啊 对吧 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 这个寸字啊 就要运用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烟音了啊 往我们鼻后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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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走 世界寸 世界寸步难行 然后下一句 我困在原地任回忆凝聚 什么词呢 我困在原地啊 我被定在这动不了啊 所以呢 重点啊 在困啊 这个唱起来呢 是这样的啊 我困在原地 任回忆凝聚 我困在原地 我困在原地 任回忆凝聚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后面呢 后面其实是前面的一个反复啊 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啊 这个乌漆妈黑的啊 就想找一个亮点 什么是亮点呢 突然睁眼 这个黎明啊 所以呢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离 嗯 又是这个 我们这个鼻炎腔啊 嗯 祈求黎 祈求黎 黎 这个一 其实很好往后摇啊 我们唱歌稍微吸着点啊 就靠我们鼻子后面这个劲啊 吸着点 祈求黎明快来临 然后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啊 只有你给我温暖晨曦啊 这样一个感觉啊 只有你啊 所以呢 最后这个重点啊 在只有你啊 我们整个啊 我们这个主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最左边啊 这个四个重点啊 四个重点啊 四个重点 第一个世界寸步难行啊 都是需要挂我们鼻炎腔的 寸 寸步难行 世界寸步 寸步难行 然后呢 我困在原地 我困 同样还是这个亨鸣 我困在原地 人会拟击 然后呢 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 还是这个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然后呢 只有你 同样还是鼻炎腔啊 只有你 你给我温暖晨 晰 啊 这样一个感觉啊 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啊 接着往下走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啊 怎么呢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啊 什么意思呢 走到思念的尽头啊 想你想到头了啊 想你想到头了 我才发现 这个世界没有你啊 爱都没有了 爱都不知道去给谁啊 我的爱都不知道去给谁啊 是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呢 走到思念的尽头啊 这个思念是一个重点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啊 相信一定啊 相信一点啊 一定真的是相信 所以呢 这里啊 有一个换忌口啊 老师也是把它隔出来啊 终于相信啊 相信这里是一个换忌口啊 我们换一口气 坚定一点 相信啊 长出一口气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啊 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啊 给予 所以呢 这个爱啊 是一个重点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啊 啊 这样一个感觉 啊 这个爱是一个重点啊 思念是一个重点 我们把这三句连起来啊 唱一下啊 记住那个相信也是一个重点啊 是要坚定一点啊 换一口气啊 我们来一起唱一下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然后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啊 这样一个感觉啊 然后后面的四句啊 忧伤反复纠缠啊 我无法躲闪啊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唤啊 总在呼喊啊 所以呢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啊 两个重音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 是的啊 这也是特别设计的 如果你发成 爱都无法挤 这个挤很容易把这个音就裂了 发现了没有 给 他要整体挂住这个鼻炎枪 所以呢 给最后落在哪 给 对吧 如果那样的话啊 反而咬字就难咬了啊 对吧 爱都无法挤 是不是位置掉下来了啊 如果发生挤 对吧 走到世界 世界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是不是这个位置就掉下来了啊 对吧 所以呢 他也是刻意的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 对不对 这样整体位置 是不是同意的啊 这个行歌落枚同学啊 这样能不能理解 其实啊 这些 这些刻意的去转换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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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字啊 这个发音 都是有特别设计的啊 都是有特别设计的啊 新歌落枚同学说懂了啊 好 我们继续啊 后面 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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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缠 我无法躲闪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这个一定要有一种啊 呼喊的感觉啊 但是呢 他不能真的去 总在呼喊 这个声音就散了啊 声音就散了啊 只是要营造一种 我真的在啊 呼喊 我在呼唤 我在用心呐喊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这个音也不要过于强啊 也不要过于强 但是呢 它是一个高音啊 它是一个高音 我们去正常把它唱就可以啊 这个总在呼喊 不要给太多的力量啊 因为它是要衬托后面的强的 如果你这一句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是不是感觉不太对啊 是不是感觉不太对 有点喧宾夺主的意思了 对吧 我们前面把力气用尽了啊 后面反而这个歌显得无力了啊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音啊 我们不用把它刻意唱强啊 但是感觉上它很强 但其实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啊 不要刻意把它唱强啊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是不是更强啊 是不是现在就有一个递进的感觉了啊 同学们能感受到这种递进的感觉的啊 来扣个一啊 这其实也是一个特别设计啊 就是说这种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啊 你读起来语境啊 一定是这种总在呼喊 这是一个重音啊 但是呢 我们为了啊 让歌曲有一个整体的表达啊 整体的表达 我们不去把它唱得特别重啊 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这是一种 然后呢 我们不去把它唱重啊 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是不是明显 我们第二种啊 整体给人的感觉会更容易接受一点 是不是同学们 我们这样啊 更容易接受一点 所以这些啊 这些东西都是歌手啊 故意设计出来的啊 故意设计出来的东西啊 它设计出来的细节啊 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啊 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 就是我们听这种啊 大家可能也是比较熟悉的老歌啊 我们都能抛出这么多啊 大家没有 这个以前啊 可能发现不到的一个细节啊 一个细节啊 由于这个主歌啊 可能大家还是不太熟啊 我们现在还是慢慢的啊 带大家一句一句的啊 把这个主歌啊 来唱一遍 跟老师一起啊 因为副歌比较熟啊 我们副歌待会儿 可以这个稍微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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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旦而过啊 分析一下 主歌部分 我们还是可以多多交唱两下啊 多多交唱两遍 跟老师一起来唱一下啊 没有你 一起啊 没有你 世界寸步难兴 世界寸步难兴 我困在原地 我困在原地 人回忆宁静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晨曦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这样一个感觉啊 这样一个感觉 可以跟老师唱起来的啊 这个 并且啊 主要是啊 主要是重点放在 可以理解我们这个 老师所讲的啊 歌曲的表达上啊 灯火蓝山又提前扣一 我们来扣个二啊 他扣个二啊 我们这个 不能让他把我猜到啊 不能让他把我猜到啊 我们来扣个二啊 可以理解我们分析作品的这个意思啊 对这首作品有这种新理解啊 可以跟下来的来扣个二啊 很好啊 知足常乐同学啊 扣个二啊 灯火蓝山同学啊 这个发了个笑脸啊 发了个笑脸 我们活跃一点啊 活跃一点 这个声乐课还是比较快乐的啊 比较快乐的啊 好啊 然后呢 这个我们的副歌部分啊 大家最熟悉的啊 最最最熟悉的副歌部分啊 其实那苏南老师的唱法啊 也是比较直接啊 对于副歌的处理 就是一个 一直是一个 健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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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感觉啊 健强的一个感觉啊 就是来衬托这种啊 发自内心的呐喊啊 这个来 跟老师一起唱一下啊 你快回来 啊 其实这种音啊 在都可以用到我们前面啊 加颤音的部分啊 加颤音的部分 当然啊 有能力同学加一下啊 不勉强 因为这种高音加颤音啊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 同学们可以试一下啊 你快回来 对吧 这种 那种呐喊的感觉 你快回来啊 你快回来 我一人承受不来 重点在这个承受上啊 一定要在这个承受上体现了 你真正承受了多少东西啊 把它甚至可以啊 做一个这种哭腔啊 滑音 我一人承受不来啊 对吧 这种滑音啊 滑音有这个喜欢的同学啊 也可以去加这个滑音啊 往这个啊 承受里面 承受不来啊 其实还是一个先哼再起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做到这个滑音啊 我一人承受不来啊 这种带一点这种哭腔的感觉啊 哭腔的感觉啊 当然再直接一点给也可以啊 我一人承受不来 对吧 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 所以呢 在这部分处理上啊 我们就比较灵活了啊 比较灵活了 然后呢 后面啊 还是啊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啊 怎么 生命因为什么 因为你啊 因你而精彩 所以呢 终点啊 在因你上啊 我们前面呢 在哪呢 在承受上啊 承受和因你啊 两个中音啊 我一人承受不来啊 对吧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啊 对吧 生命因你而精彩啊 然后呢 下一句啊 继续啊 一个反复啊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啊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我思念在哪呢 思念在哪 肯定在你身上嘛 所以呢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啊 这个思念是一个重点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然后啊 最后 我们这个就弱下来了啊 就要弱下来了 我们这个前面已经喊了啊 这个 当然不是真的喊啊 这个就是我们内心在呐喊啊 呐喊了三次了啊 你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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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回来啊 这个 我们已经说了啊 这个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所以他这个歌呢 也是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啊 你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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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了顶点啊 最后呢 没有力气了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空如大海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啊 一个弱弱的结束啊 跟前面有一个强弱的对比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这么一个结尾啊 把整首歌收起来啊 收起来啊 看着呢 就比较圆满了啊 比较圆满了 啊 这首歌曲 对吧 这个我们 建强建强建强啊 一个建弱啊 所以呢 这个喜欢的同学 也可以模仿一下啊 我们刚才看的这个 孙男老师演出的这一遍啊 演出的这遍 把最后用一个气声啊 用一个气声啊 这样的啊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这种最后两句啊 用这种气声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但是啊 最后这两这两句的音啊 其实还是不低的啊 不低的 我们想用气声的关键 一定是把我们这个哼鸣做好啊 先把它哼清楚啊 如果不哼清楚啊 做气声 别让我的心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 是不是接不住了 是不是就接不住这句话了 所以呢 别让我的心空如大海 这样一个感觉唱下来啊 这样一个感觉唱下来 好的啊 我们整首歌曲啊 就交完了 我们可以跟着伴奏啊 带着大家一起来唱一下啊 我们来跟着伴奏唱一下 同学们可以听到伴奏吧 一 二 三 没有你 世界寸步难行 我困在原地 人回忆宁静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晨显 思念啊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又想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 心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以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闭上我的心 空如大海 所以注意我们刚才所说的 每一个重音的点 整体把它跟着伴奏表现出来 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整首歌曲的层次感 在我们有这种强弱对比的时候 一下就凸显出来了 凸显出来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这个最后呢 这个有问题的同学啊 还是可以来提提问啊 提提问 我们给大家答答疑啊 答答疑 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 这个老师唱的太好听了啊 谢谢同学们啊 谢谢同学们啊 其实呢 这个 上了这么些课啊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 发现了 这个我们 说唱的好听啊 这个唱的有感觉啊 也不说这个 也不说 也不是自己说 自己唱的有多好听啊 就是说 首先我唱这个歌啊 给人的感觉很强烈的时候啊 那么关键点在哪呢 关键点就在于老师课上 所分析的啊 我们一首歌曲啊 歌手对整个歌曲的一个设计啊 一个把控啊 这些细节的点 你把它都唱出来啊 你把它都唱出来 哎 这就好听起来了啊 这个歌立马啊 给人的感觉啊 潮流同学说 流行歌曲要打开嗓子吗 你说的是打开喉咙 对吧 这个明媚歌曲啊 打开喉咙 什么叫打开喉咙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侯卫 去稳定下来啊 侯卫啊 在一个很稳定的位置啊 然后呢 他不参与 不参与用力啊 不参与用力 然后呢 整个声音啊 通道打开啊 这叫打开喉咙 啊 这个流行里面啊 也是要这个 好为稳定的啊 就是说我们 喉咙打开啊 是可以 可以这么说啊 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要啊 但是啊 但是我们不需要 把这个声音做的 特别立体啊 同样我们需要 我们声带啊 声带保持一个 相对来说啊 这个松弛的状态啊 松弛的状态啊 就是让他唱起来啊 说白了就是让他唱起来 不费力啊 不费力啊 比如我们刚才唱那些高音啊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啊 你不能把我的思 你这个何谓明显往上提啊 这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错误示范啊 这个尤其是高音的错误示范啊 很费嗓子啊 很费嗓子啊 我们只示范一次啊 只示范一次 这个高音的啊 这个错误示范啊 这个你一去挤嗓子啊 这个嗓子很难受啊 很难受 所以呢 也是需要啊 我们好为稳定啊 好为稳定啊 但是呢 你需要刻意去想的 你不用想他什么 打开不打开啊 你首先要想的就是他松弛不发紧啊 不紧张啊 不会因为你唱一些高音 或者说唱一些别的东西 感觉到嗓子有这种啊 这种或者很紧很急啊 或者说有这种痒痒的感觉啊 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你这个唱歌的状态就是一个对的啊 首先你就是使自己的嗓子要舒服啊 这是一切一切的前提啊 一切一切的前提 好 我们这里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知识点回顾 我们讲了这个烟音的发声原理啊 浑声的种类啊 强魂弱魂 然后呢 给大家也欣赏了我们浑声啊 这个弱魂声 还有这个烟音啊 在具体歌曲里面啊 优秀的歌手的一些这个演唱方法啊 演唱的状态啊 和听起来的感觉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烟音啊 与浑声的一个联系方法 我们烟音的联系方法呢 就是啊 首先呢 找我们嗓子最松弛的这个气泡音的状态 啊 然后找我们这个亨鸣的点 嗯 鼻后跟的这个点 嗯 很小的一个点啊 嗯 啊 去找到这个点 然后呢 在练的融合声中可以练这个 嗯 嗯 这个声音 你发出这个 嗯 嗯 它大多数的这个音已经被封闭在鼻音枪里了 所以呢 我们去刻意啊 注重一下气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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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这个音啊 给发的 去做一个练习啊 来发就可以了啊 好啊 我们下节课呢 就是我们弱魂声啊 弱魂声的一个练习啊 弱魂声的课程啊 也就是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李健老师的这种唱法啊 李健老师的这种唱法啊 同学们还是啊 老生常谈啊 按时交作业啊 按时交作业 那么这个同学们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这个 再见 同学们 那么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同学们再见 拜拜 今天又是两个多小时啊 同学们 辛苦了 同学们 学习也很辛苦 同学们再见